中国联通每周运营有限公司 加拿大代表处 18日在多伦多正式开业 这是中国联通集团 在北美地区设立的第六个办事机构 也是在加拿大设立的首个代表处 主要负责向在加拿大的中资企业客户 提供网络和业务服务 并为加拿大公司来华投资 提供通信服务解决方案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利 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文化 及体育部长陈国志 中国联通每周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一涛 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商会代表 共同出席开业剪彩仪式并讲话 房利表示 近几年来中国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和通信服务提供商 相继进入加拿大市场 在加拿大活跃发展 并促进本地通信市场繁荣 中国联通是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之一 在加拿大成立代表处 有利于促进联通与其他中国通信公司 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展合作 在加拿大市场取得更大成功 我担任中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 我一直看好安大略省 特别是看好大多伦多的地区 今天中国联通的美洲分部的办公室 在多伦多开幕设立 我非常的高兴 说明了我们中职企业 在多伦多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我们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家了 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联通的话 对两国的贸易关系 对两国的投资合作 会有很大的触动 所以作为总领事 我非常的高兴 我们两国的关系 一直是比较好 那么特别是两国的领导人 近年多次访问 再过一个礼拜 我们中国的商务部部长 陈正明部长 就要率一个很大的贸易代表团 到多伦多来访问 我相信通过今天 我们看到的这个开幕式 以及陈部长的下周的访问 都会给安省 会给多伦多带来的活力 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 经贸关系越来越会好 陈国志代表安大略省省长 麦先迪 对中国联通在加拿大成立代表处 表示欢迎 他说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 最具活力的省份 拥有大批专业人才 希望更多中国企业 到加拿大投资 中国来的投资 我觉得多方面都挺好的 不要说一个 还是通讯行业 其实你刚才说 各个行业都相当不错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 是相当之好的 现在在英语的国家 是安省的教育发行第一 全世界用英语教育的国家 安省现在的位置是第一 这是很高的水平 所以无论你是做这个 再生能源 做金融 做通讯 多多方面 都在这里应该可以有个蜡烛之地的 好处就是 你来了之后 你请人容易 请人是有技术的人才 如果你来到这里 虽然你公司大 但是你请不到人 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那你将来一天就会走的 但是这个安省在多多 不会发生的 因为我们家屋方面 是每年都有一些精英出来 可以支持所有投资的企业 你看一下 为什么中银过来 江山银行 中兴 华为 各个过来 它一定考虑就是 这里的人力资源 我告诉你 这里的人力资源是很好的 吴一涛表示 加拿大通信市场前景广阔 是公司布局海外的重要战略点 此外 加拿大经济在本轮经济危机中 表现稳健 是吸引公司来加拿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多伦多是我们海外布局的一个重要点 连同海外战略的一个重要布局点 所以 中国联同美洲公司 我们负责的是 美洲地区的中国联同业务开拓 那么现在呢 我们到多伦多来 也是对加拿大市场 开始进行拓展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加拿大是今后我们美洲公司 是乃至整个中国联同 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点 下个我们可以到南美洲去 世界各个国就去 那么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愿意现在这里试水 而且呢现在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我相信加拿大这个点 对我们美洲公司 在中国联同来讲 肯定是它的价值是不可不量的 多伦多的我想 它跟美国是一个复古的市场 这边美国有的 这边可能也有 但是多伦多有的 美国不见得有 当我们刚过来 但我们相信呢 多伦多市场呢 肯定它的潜力是很大的 包括加拿大的市场都很大 华人的社区点 对 但我们现在暂时 对于中国联同来讲 我们主要重点在 运营商和企业客户 今后可能在中的大的用户 但是也不好说 斯瓦夫主要是运营商之间 在前期我们的运营商之间的合作 还有就是企业客户 到中国去 到亚洲去 到世界各个地方去 我们可以帮它组网 中国的客户到加拿大来 我们也可以帮他们组网到加拿大 现在主要是目前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的泡泡点 我们的设备都已经 机房都已经安装好了 完全就是中国的网络的延伸 已经延伸到加拿大来了 中国联同每周运营有限公司 是中国联同旗下 负责每周地区业务的 境外运营子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佛吉尼亚州 在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芝加哥等地设有办事机构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